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整香部》的节目时段 应该是《芒向编辑部》 今天是2020年12月11日星期五的早上时间 这次有我许柳山 还有澳洲盐田西瓜 珍卑士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珍弟好 你的手足 我才记得他们 清晰一下头 回去吧 吃西瓜 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扔西瓜 珍BC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扔西瓜 知道 我看陈文老师说过的 招云 国语怎么读 英诗瓜 诗瓜 就是诗会翻出来的意思 好了 还有马流星期二十二世纪救人网络 奇乐利惠近大马上 各位网友好 还有《芒向铁人》 由《芒向早晨》带到来 《芒向快报》或《正向报》时间的加拿大加振生 各位网友好 记得点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 《正向报》《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好了 今次回来要讲一下香港暖谈的事 不是政坛 我觉得很混乱 虽然没有那群立法会的开心主流派 开心主流派竟然总辞 总辞完之后 其实都要防他们在下一届回来 还有现在那群叫做区议会 煌到爆的那群素人也好 抗争派也好 什么都好 那路终终其实他们的审讯也会开始 例如我最关注就是这个超驱坦克车 它的事件究竟是怎样 400万的升 升它两巴的升 我想说升级坦克车 什么 这个叫升级 那我叫什么 我不是叫全义走 它是兜巴的升的升 那都是同一个升 没关系 那这群人其实在做区议员 虽然我们经常说三万多元 可能因为他们不用上轿 可能都挺好用的 如果要有政党背景 就可能要上轿 多数都要上轿 不上轿做什么政党 我搞什么政党 搞你吧 是不是 就算去到众志 这些叫做区乐軒 或者叫区块链 都要分给众志 就是请他做助理 我需要帮你灌顶 是吗 我不帮你灌顶 你就是 勾快链 还是踏在墙上 还要扶不上币那一只 那当然了 到最后就 这个 走停 令他没得做 赢了公义 但是输了议席 你的区块链 变成Bitcoin 这个 后来变眼泪 现在是 人身高低都经过过 由这个尊贵的立会议员 现在就 唉 都是凄凉的 唉 他们自己拿来 没有实力 还是怎样 靠这个炒花生 炒舆论的话 或者叫做 拿这些政治能量 崇拜 不得长久 那要讲一下 这班人 这班养了他们一年的叫做 激进 还是抗争派 其实养了一年之后 养猪 柱优 就变成猪了 圈养完他们之后 简接地都说叫做养他们 因为没有什么作为 除了 就是 陈止韦去沙岭 去沙岭直播 已经算是一个突破 我差点以为他变成潘少聪 走不走去公务直播 他真的大吉利是 但是陈止韦都是做这些东西 是吧 是吧 做了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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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影白影 那不是很好 你看看 你是不是在六七八三 那里出来 爬出来 那我们要讲回 那这班人呢 对于那个叫做新津那方面 就相当之着紧 看这个钱 一元有如同龄那么大 我们最近在正向部 有一节都说了 这个叫做李永达 即是民主党李永达的叫做前妻 很复杂的 做过前妻 所以以前那些人说他 哈? 那这个高佬达 不是出轨过两次? 是啊 真的 挺特别 是不是 那这个复杂程度呢 我想要外因斯坦 都未必想得明白 那 好了 那我们回来了 就是 因为就算去到这些老甲 即是李永达的 现在又做老婆的 陈树英 这些老甲 都对这个新津相当之着紧 哇 为了五万元 当然了 五万元都多 五万元的新津 说要告律政司 如果大家想听 那为什么这么夸张 那你们就 各位就自己过去正向部找回 那都找到了 那要讲一下 现在呢 对于 新津这里 哇 发现到这个 原来他们这么着紧的 那謝偉俊 就提出了 好不好呢 收割一下 这个议事规则 对于一些叫做 嚴重违规 或者这个 要去 罚他们的新津 就是扣粮 他们一定 会不会因为 这一样东西 令他们怪怪 变怪怪呢 佳藤生你觉得呢 看一下他 对于这个新津 有多着紧 就是如果 对于普通人 就是 对于 窮 就是没什么钱的 那可能会很绝 哇 小个崩我都不行 就是如果 你给江俊 如果出了给江俊 一定会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都回来 因为他要供楼 对不对 虽然他说 他是一个作家 对不对 他是一个最大的侮辱 他是一个作家 对我最大的侮辱 我是唱销作家 唱销 你少了唱销两个字 好 唱销作家 那对他来说 那对他来说 当然很容易做 不断在文章里写道号 不断在文章里写道号 就行了 牙字位 是 是 但是对于上了岸的 就是上了岸 或者有些钱 就请十万而已 打个压次就没了 有什么所谓 可能有些人就这样想的 可能会 那算数咯 给新军 送百万当是税银 那样 不上班 都有可能 某某上市公司 叫我来做什么什么董事 都差不多 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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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的工 更加 那钱也不太接近 我贴了给你们做 都还OK 那我们说一下 因为为什么 你说收割议事规则 现在来的很容易 因为没了那班人总辞 那班人总辞了 阻礙的力度也當然是近乎零 因為就算只有鄭松泰、陳佩賢 這些都是那些紫娃娃在那裡吵 或者柴犬在那裡 短腳那些叫什麼? 歌姬 現在這個熱血公民的熱狗 鄭松泰等於一些小小的那些 短腳歌姬那些 又不會廢又只是獨獨獨 那領下屁股在那裡走一走就算了 那接下來的國議士規則 其實他們那時候這班開心主流派要延任的時候 其中一個功能都說自己有可能可以阻到這個叫做 修改議事規則不會被他們如取如攜的 如果現在真的修改了這一點 你冤由頭債有主 那這些抗爭派的區議員麻煩你 就找回這些當時的開心主流派 我們說說發生什麼事先 在這個立法會議事規則的委員會主席 謝偉俊 現在是他 由他去做其實挺好的 他就在這個 香港電台的節目 這個老千年代說 有關修改議事規的內容 其實已經 已經諮詢了這些議員的了 嘩 正啊 聽到這裏都開心了 他就透露了 透露了少少的討論究竟是什麼 他說針對因為日後有議員 有機會會嚴重違反議事規則 那究竟嚴重呢 嚴重到怎樣呢 撥K 我想應該相當嚴重了 嚴重到已經被起訴 他就說了 研究在這個經濟上 作出這個制約 他也免得用叫制裁 即是沒有出席會議 當日或者時段的人 就沒收相關時間的薪金 我覺得又沒有說很嚴重而已 是吧 沒有出席會議 可能有時候病假呢 是吧 可能病假就是 美國議員 最流行的 美國官員 不是議員 官員 郭榮鏗上次就見美國官員 楊岳橋也試過 大大聲 我見美國官員 所以我不來 你們這個會算得什麼 我見你們太上皇 結果 我見我的太上皇 你們算得什麼 結果 現在他連太上皇都見不到 見完 見嚴囊王差不多 太上皇 神經病 見完太上皇回來 還要來香港開會 見完太上皇回來 還要開記者招待會 告訴你 我跟他說什麼 嚇死你 制裁你 這樣 現在去了哪裡 對上一次見到肥沛奧 羅冠聰那邊有通緝犯 你們連通緝犯都不如 是 那繼續說一下 謝偉俊怎麼說 他接下來在內會做討論都會 還有 對於那個逼 沒有了那幫犯暴派 立法會的逼設性 暫時已經減低了 他說 他說 明年一月 立法會大會重開之後 再作決定 他就回應 有一種叫做 紅牌出場制度 即使一些議員 嚴重違反了議事規則的話 可能就會有其他的懲處安排 哇 那些人就馬上怕 什麼叫紅牌 那怎麼為之叫做 會不會有兩個黃牌 兩黃才離場 兩黃就變成紅 才離場 那是不是連議員都沒得做 你知道那幫做開了 黃區議員那些 現在都太舒服了 就不想走了 還會叫你去前線搬鐵欄 不如在議員辦事處吃薯片 那接著呢 謝偉俊說 現在的意見都很極端 要不就完全沒有壓力 要不就譴責一聲就算 另一個極端就是要按著基本法去DQ議員 他覺得這個方法太極端 那些人馬上怕怕 不用怕 都還沒被DQ 之後我做好些 阿sir給一次機會 是不是這樣可以呢 那現在就說 要研究一些 叫做中間可行 有中間可行的辦法 那有沒有可能有阻嚇力呢 但是又不可以懲罰 又不可以太過重的方法 我想律師方面 對於這一方面的研究 應該會看得很足 不過有些比較 大家知不知道 律師有些叫激進派的 黃國彤 黃國彤 還有河君堯 一不就不說 一不就不說 一不就叫寂驚四座 是吧 是 沒錯 這樣 這就是一件事 我看見他 哇,朝朝相當狠辣 一出就一定要見紅 好像赤劍一樣 一拔出來就是紅色的 赤劍 中華英雄的赤劍 例如他說 會不會有些叫做 所謂的紅牌出場 就不能夠再回這個會議裡面開會 那是不是呢 也有市民給一些意見 就說 哇,不能回來 那他就出去 煲煙喝咖啡 那他們就更開心 他們現在恨不得 都不想來開會 踢走他們 還是怎樣 那接著 謝偉俊就說 那個佛新樽的要求 可能可以參考英國的國會 就是這個BNO組家 他就參考 我想參考英國國會 可能對於那些人來說 就容易入口 會不會 你們這麼喜歡 崇拜的英國 都是這樣 你們很喜歡 要仿效英國 或者某國 例如 他們說 如果那個時段 不出席 那些會議 就會失去新樽 就視乎長短 和嚴重性 例如 英國的國會 就會直接在那個年度 不可以讓他們再開會 再嚴重一點的話 就會整個任期 都不可以開會 這樣就視乎情況 他說未必要跟隨英國的做法 只不過是跟回一些 國會上面應該有的程序 那我見到一些網民 就說 什麼 他當自己是國會議員 有沒有這麼巴士幣 走開 叫他們 那不是說 將他們那個level 看齊 只不過是 那個程序上 和那個佛則上 是不是可以作為一個 叫做參考 就是這樣 為什麼 大家不用馬上彈氣 那幫奇奇怪 還沒到這個level 當然 如果你問我 他們不用開會 求人得人 如果不開會 會連帶他們的薪金都不給呢 或是扣薪的 我想這樣就可以 如果我罰你 不能開十次會 你十次會加起來 原來就要扣了你一個月的薪金 我想他一定不敢在會裡亂來 是吧 還有他也說 承認了現在立法會那方面 是有這個 對於這個法則 還是想這個議事規則 收到議事規的那方面 其實有心做就可以了 其實都不希望 今屆立法會的會期裡面 這一年鬆一點 會有迫著要警方執法的情況出現 我想現在立法會的保安 都輕鬆了很多 是吧 不需要跟你盼命 大家都記得 又跳又整班人 空中飛人 還要整傷保安 老實說 還有惡人先告狀 隨意的衣服出來 你看我有腰封的 不要碰到我 你弄到我的腰 你的腰是豆腐做的 是的 那個尹兆堅 現在變成驅佬 變成驅佬 很開心 不是啊 做驅佬很開心 我的筋在這裡 跟著就說 立法會 現在就繼續說 立法會現在點算人數的時候 就必須停止會議 跟著就響鐘叮噹噹噹 15分鐘 他說這些做法 在現代科技社會來說 就比較落效 他就說 認為現在給會議 應該繼續進行 15分鐘不要浪費了 其他國會 都不是那麼嚴格的 也都說 其他地區的國會 都會要求在會議開始 或者投票的時候 有足夠的法庭人數 而且呢 有關的安排 應該都不會違反基本法的了 嗯 他說現在就要 響鐘 就要求議員回來議事廳的做法 都比較落後 還有浪費時間 是不是以後每一分鐘都要救人呢 我覺得都有點自欺欺人的 如果沒有人出聲就救人 有人出聲就要做這個鼓勒的方法 我覺得兩個都不是那麼恰當 而且我覺得都有點極端 這方面 我覺得修改議事規則 有些人說 搞錯啊 今天修改 那些什麼 楊岳橋的時候 那些睡帳幕 今天修改議事規則 明日23條 這樣 神經病 明日復明日 現在都沒有23條 23條方面 這方面我們可以說一下 林鄭又說了一點點時間囊出來 我知道大家不太喜歡聽到林鄭說些什麼 不過不要緊 我們覺得就著時事 或者就著我們想大家聊聊聊的方向 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個新聞的 接下來今天 晚一點的時間都會一節都會講一下 議事規則沒有了這幫人 是的 與時並進是需要的 我覺得 又不是那麼大反應 不需要妖魔法這件事情 是嗎 嗯 而且改改的規矩會是好的 嗯 是 目的是要令到更加 就是令人感覺你的會議會不可以放下去 這是最重要的 已經再沒有你藉口給你這幫人放下 嗯 或者所謂玩那個什麼 點人收 點人收 還是怎樣 那句去吧 哎 不要再有什麼點人數 玩又怎樣 雖然林鄭說 點人數這種拉布 其實呢 在會議來說都可以說是用OK來解釋 那 我也說過了 水至清則無魚 是吧 那不可以去到這麼極端的 那麼盡的 那不如這樣 好了 我們這次暫時到這裡先了 希望呢 接下來可以看到這個議事規則出來了 甚至乎啊 最好還給了一些區議員 什麼紅牌出場啊 佼佼鎮沒得睡那些呢 就讓他們試一下扣糧的滋味啊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